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由首次入围金马奖的吴康仁拿下 出道多年的他,敬业的态度众所皆知,精湛的演技更获得大众好评 如今拿下金马影帝更让网友们直呼实至名归 不过吴康仁并非科班出身,而是一次的姻缘纪会下 正式开启了他的演员之路,让我们一起了解关于吴康仁的九件大小事 吴康仁从小父母离异,懂事的他为贴补家用 国中便开始到外面打工,在吴康仁19岁前除了做过水电箱焊接工 工地零食粗工和摆地摊,也曾到超市打工 当过餐厅的服务生和调酒师 吴康仁在服完兵役后,于日式酒吧当起调酒师 随后在2007年姻缘纪会认识了人生中的贵人 也就是他的启蒙老师李启元导演 奇妙而精彩的演员生涯就在此番缘分的簇拥下展开 27岁才走上演员之路的吴康仁 在2009年被知名导演陈慧玲相中 让他担任台剧下一站幸福的第二男主角 只不过跟六年前不一样 因为 我可能没有办法 再把你当成朋友 吴康仁是我 是这边里面所有的演员当中我唯一合作过的 他真的让我非常的喜欢 第一个他很认真专业 然后就算他的角色很 就是戏份不多 可是他还是会跟你讨论 然后他总是在第一次就诠释到 我想要的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 嗯 他很棒 吴康仁在剧中表现出色 成功打开知名度 吴康仁曾在受访时提到 导演陈慧玲是他演艺生涯中的贵人之一 若没有下一站幸福的演出机会 自己可能还在餐厅里端盘子 吴康仁出道至今都没有经纪人 戏剧邀约及业务等等工作联系 都是由吴康仁亲自处理 自2015年开始 吴康仁以麻醉风暴荣获第五十届金钟奖 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配角奖后 开始收到许多戏剧邀约 事业开始扶摇直上 隔年吴康仁在凭借电视剧一把倾夺下第五十一届金钟奖 戏剧节目男主角奖 一直成为金钟世帝 迎来演艺生涯的新巅峰 目前吴康仁就入围过金钟五十 金钟五一 金钟五二 金钟五四 金钟五七与金钟五八 共六次金钟奖多项肯定 吴康仁于2017年以国片 白亿 欲望迷惘 获得第十九届台北电影奖 最佳男主角奖 这也是他人身手作电影影帝的奖座 同时他也是该界电影节的电影大使 2019年吴康仁以我们与二的距离 入围第五十四届金钟 戏剧节目男主角奖 随着科技进步 数位浪潮来袭 观看影集时越来越多人选择转网串流平台 而我们与二的距离 在政府充足的资金补助下产出好的作品 同时再加上全球串流平台浪潮 成功把台剧推向国际 在台湾历史剧《斯卡罗》中 吴康仁饰演一名聚落的领导人 为了配合人物设定 吴康仁在半年内从70公斤瘦到59公斤 更把皮肤晒得有黑 只为完美诚实角色 敬业的态度让人相当敬佩 2017年 吴康仁宇绍威英主演台剧 极品绝配而结试 三年后两人被拍到私下约会的画面 便毫不避讳大方认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身边的朋友能陪我多久呢 安慰的话也听你了 反复在勇敢和崩溃中拉着 我呐喊要自己撑着 清晨三点我还清醒着 我们还有下个人在等 我喜欢你 虽两人也是历经多次分分合合 但随着岁月增长 两人对未来的共同想象与目标逐渐相同 两人也更认定了彼此 经常在个人社群上晒恩爱 甜蜜互动也羡煞所有粉丝 41岁的吴康仁开启演员生涯16年 首度以复读青年 入围金马奖影帝 吴康仁满怀感谢说道 对自己感到无比骄傲之外 也感到很踏实 因为复读青年真的花了很多时间筹备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场戏 所以我相信有努力就会有最好的安排 而吴康仁最后不负众望夺下第六十届金马影帝 吴康仁谦表示自己不太会表演 27岁才入行 谢谢所有入围的朋友 我相信我们都不会自大 因为我们都很爱电影